今天是10月12号 上午发布会 做个小节 你问他什么时候结婚啊 他说我是爱你的 你问他财力多少呢 他说准备较大规模 你问他需不需要见家长呢 他说再走流程 总结四个字 稳中有进 A股为啥不涨 是因为A股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 它就不是为了投资用的 它是为了融资用的 中国的A股是融资的 不是投资的 为谁融资呢 是为央企国企融资的 中国A股一开始 它的机制的设计 就是为了这个 而与美股相比来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割韭菜 大量的散户在中国的股市里 永远都是七亏爱平 一赚 其中70%是亏的 20%是平的 10%是赚的 你想成为10%是想赚钱的 那个太难了 但是很多韭菜的 就想成为这10%是赚钱的 我们小散户就是处在 15年的底端 所谓的什么可靠的业内消息 小道消息 我们自己又没有分辨能力 加上自己又不是什么业内人士 那不就是脱脱的韭菜 那是什么呢 今天我看到一个人 听信某人说的话 群仓猛干 房子抵押了贷款将近一个亿 所有的房子抵押了将近一个亿 然后融资融郡从郡商那里又加了杠杆 然后8号的时候全部干进去 8号 9号 10号 三天亏了将近60% 今天回来的9个点 还掉郡商的 瞬间只剩下几十万了 几乎是一亿归零 我都忘记了 我发了多少条视频 劝大家冷静冷静 那时候有多少人说我踏空了 更有声的说我是汉金 对吧 畅衰经济 千说万说 让你们不要去加杠杆 这一波杠杆你们是没有吃过15年前的亏 很多粉丝问我15年前到底怎么了 我就拿这周滴了4天来说 还不够15年前的一天 而且当时连续滴了快一年了 有没有听过那个学校的故事 你们去搜搜 这个人很出名的 以前的话被干进去过 这一周 行情冷却下来的确是好事 那些贷款去炒股的 录网贷去炒股的这些年年后冲进去 以为自己能紧钱 让更多的人防止抵押了 车子抵押了冲进去 到时候你们信不信 天台上去排队 要么就是什么 金融极构崩溃了 多去看看 多去想想15年前那些 加杠杆的15年前的牛市 是怎么崩盘的 如果说这一波是吸引那些负债者进去的 那最后崩溃的是何等的惨烈 一个老股民说 从哪里爬起来 就又跌倒在哪里 这一次至少套了3万亿 国家队高高兴兴的走了 上市公司高高兴兴的减持了 外资没进来 储蓄存款没有进来 整顿大A的95后00后新韭菜进来了 搞的是严禁信贷资金禁止入场 老股民们很多都还没有解套 眼看着快回本了 却又给套上了 老股民说 被人上了好几遍 还舍不得下床 对方每次掏出口袋 都以为是掏钱 结果又掏出一个套 再来一遍 大A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嫁人就要嫁炒股人 你绿他三年 只要对他好那么两三天 他就又相信爱情了 股民们想跟股市谈恋爱 却一次次遇上渣篮 这谁还会相信爱情呢 你们还会相信大A吗 2024年上半年 23万人默默闭上了眼睛 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负债 如今看着4万亿的成交量 迅速的下跌 人们泪流满面 这每一笔钱也许是一个男人兜里最后的尊严 一个女人身体最后的底线 一个外卖小哥所有的积蓄 一个濒临破产的老板 最后一笔货款 一个负债人最后能带的额度 一个老人养老的依靠 一个家庭唯一的一套房子 一个孩子未来的命运 很多人此时就站在天台上 等着腾飞或者下坠 原来有那么多的行业和追求都在努力的奔赴 为何如今只剩着共同的唯一的希望 用命在炒 用命在赌 昨天10月11日 又有11家上司公司发布解持计划 加起来上百亿 有的是通过协议转让的手段 比如中贴金庄 协议转让5%的股份 有的是直接解持 比如半岛地龙头之一的通付微电 国家大基金公告解持3% 还有的通过无偿捐赠来解持 维尔股份大股东 将自己的2.06%的股份 价值28亿 拽赠给大股东自己创办的大学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兄弟们 你们服不服 A股这个市场里 大股东花式解持的手段层出不穷 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他们总能找到解持的漏洞 在苹果的设备上班 就要被开除 其他的不说 就光说立场问题的话 吉林的这位老板 我只能说 不是傻就是坏 如果是傻呢 他压根就没搞清楚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苹果真正在中国扩张 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克林顿 克林顿在中国加入WTO 这件事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并且呢 在信任以后 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中国的发展出了不少力的 而我们也通过克林顿的那些关系户 经常呢 给他输送一点利益 这么多年来 合作一直非常愉快 而苹果也很上道 把产业链和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中国 现在去搞苹果 就等于是把一个朋友推向了对立 如果这个老板不是傻而是坏的话 那他大概率就是学习香飘飘的作秀时来过 求的是财 这家企业是做工程的 看他们家中标项目 基本上都是工件项目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老板为了对某个领导投其所好呢 嘴里是主意 肚子里都是生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就是坏透了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对华为的一些观点 我发现很多人动不动的就给我扣帽子 你不爱国 你不支持国货 而且我发现啊 这些人只喜欢听摇摇领先 我就问你啊 你看我说手机是喜欢听我说实话 还是喜欢听我讲假话 实话就是没有摇摇领先 大部分都是摇摇晃晃的领先 汽车是谁发明的 人家造了一百多年的车 积累了那么多的技术 一句好的不能说 新人员没有宽胎 因为上了宽胎 续航就少了一半 底盘不砸死 也上不了宽胎 因为容易散架 普通人在马路上 不具备驾驭零百加速三秒的能力 有错吗 有批评才有进步 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 支持国财 大部分连个驾照都没有 你连开车资格都不具备 你支持个毛线 就靠你那两片子嘴唇支持吗 轻言大意者 临时必辩解 就你们这些货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 F16手机破发 没人要 可别别假行为了 也可别意义了 这个自从F16上市 跟华为三哲平打对台戏的时候 就有很多所谓的爱国者 一直在扁F16 说F16好怎么不好 那么反过头来 华为三哲平跟F16上比 芯片又不如人家 除了外观设计也没有任何的改进 就成了被炒到天上 而F16新增了AI的功能 以及加了这个硬的拍摄按钮 这都是创新 在华为上并没有看到一点创新 那么理解你们为什么 接着又传出来这个消息 说苹果手机能爆炸 这都是很多低智者考虑的 你不想想如果苹果手机能爆炸的话 那中国的检验机构 允许它进入国媒吗 这不很简单吗 如果苹果手机能爆炸 那么安卓系统的手机 包括国产手机 同样也能爆炸呀 如果说我们的检验部门 连这点都减不出来 连这点安全的危害都屏蔽不了 那不太无能了吗 说实话 你们说苹果手机能爆炸 这是在黑我们国家的这个能力 用数据说话 根据统计 而且是摩根斯坦利发布的数据 iPhone16新上市仅一招 就卖了3700外台 而华为的三车屏 预估是能够销售20万台 那谁牛 谁这个销量高 谁受欢迎 这不是属于明白的 再就是说一个 那些说苹果手机危险 或者是有这个人 拿到苹果手机 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危险 有多少你给我多少 有多少我收多少 我不怕死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提醒大家 清醒点 又用脑子思考思考 脑子是个好东西 但是无知 真的是让人笑话 这才是低质 才是真正的抹黑 有句话你听说过吗 哈瓦斯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俄罗斯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朝鲜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阿富汗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伊朗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叙利亚倒了 下一个是我们 等等等等 而且这种神逻辑 还振振有词 理直气壮 预测未来 咱不能反驳 但纵观历史 却有先例可循 比如我们曾经的朋友 东德倒了 苏联倒了 齐奥塞斯库倒了 沙达姆倒了 卡扎飞倒了 但我们还合得好好的 你说这属于路隙太深呀 还是医学上的受迫害妄想症 或者是精神病 王硕有一段话 真是一针见血 他说我们恨贪官 却拼命地报告公务员 我们骂垄断 却拼命地往央国庆里面钻 我们讽刺不振之风 却忙着找关系 总之我们愤怒的 不是因为不公平 而是因为觉得自己处在了 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 这种骨子里的自私 才是最真实的 以前这些企业家 谈经济的时候 会给你指明一个方向 现在这些网红跟专家 谈经济的时候 会给你丢一张大饼 商品的垄断会导致贫穷 权力的垄断会使人懦弱 信息的垄断会使人变得愚昧 当这三种垄断 同时存在是 人们只能默默忍受 重资产的生意千万不要做了 那些租房子 团货 雇人 动辄都要投钱 投设备 投库存的都不要做了 因为这些行业严重饱和了 非常饱和了 你们家小区门口 根本不缺你一个店 你们那个城市 也根本不缺你这种生意 现在能做的 就是小区店商 社区团购 再一个呢 就是社群 把人都圈了 在里边卖东西 就是这样 只能清资产创业 明白吗 不管你有多少钱 就是不投人 不投钱 不投货 把钱花在消费者身上 圈人 卖货 帮别人卖货 对吧 没别的可以做 我接不接婚 怪你吊事啊 整天的咸吃萝卜 蛋吵心 你管管你自己家小孩吧 凡是催你 接婚的亲戚 全给他拉黑 直接拉黑 什么都别说 很多人是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打着为你好的口号 去催你做 他真的是关心你吗 那平时 那一年到头 我也没见他打个电话过来 关心我一下嘛 一到过年了 见面了 催你结婚 催你找对象 就是把你这事情 当做一个笑话 当做一个谈资 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是真的关心你吗 那帮亲戚什么鸟样 我还不清楚吗 嫌你穷怕你富啊 有几个人是真正关心你了呀 你不相信 你要是真的哪一天 过得好了 日子过得好了 他 他比啥都难受 我就跟你说 你说父母催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你这七大姑八大姨的 还有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你催啥催啊 你有什么资格催催啊 管好自己啊 管好自己家孩子 少他妈在外面操心 不够你操的 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认为 农民没有交过社保 所以就不应该享有养老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直到我看了一篇文章 我才明白 在农业税被免除以前 农民才是真正交过社保的人 农业税是哪一年被免除的 是2005年 没多少年 农业税 2005年被免除以前 农民每年都是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的交公粮 这可不是只有一年交 而是年年交 请问 这个社会上哪个阶层的个体 像农民这样 每年都要交公粮 交农业税 让农民承担完如此之多的农业税之后 再让他们交社保 这余青余礼合适吗 这个社会上哪个阶层 像农民这样 亨担如此之多的税收 其他阶层的个体 他们交过吗 据人设部的专家说 现在领养老金的这些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交过社保 他们是被 适同缴费 农民可不只是只有公粮要交 平时不农忙的时候 修路 挖河 都有他们 北京十三陵水库 那是动用了四十万农民大军 给挖出来的 当年那些挖十三陵水库的农民 他们现在能领上养老金吗 有一帮王八犊子 他们是不会管理老百姓的死活的 他们玉米九毛钱一斤 土豆六毛钱一斤 他们给出的理由市场能过剩 要我说 咱能不能争点气 反正牧已成舟 挣不挣钱也不差这一年 咱就别卖了 买点鸡呀猪 喂着自己吃肉得了呀 明年你就随便种点吧 够自己吃就行 别想着往出卖了 你累死累活的 不还是给别人做嫁衣吗 也不知道是哪个别毒子专家说的 说粮食安全 我呸 咱们老百姓累死累活的 把这个粮食给种出来了 李蒙特道好 死命的就从外面进口啊 框框的进口啊 把这个价格打压了 那简直就没法看 九毛钱一斤的玉米 六毛钱一斤的土豆 你别说赚钱呢 农药发回种子钱 能不能回得来 还你俩说了 真的是喊老百姓的心啊 他们倒好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一句粮食安全 就完事了 古剑伤龙啊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还是故意在那装傻充愣啊 明天刚刚 第一名患者家属爆料 四川某医院在手术前 主动索取三千元红包 医院立刻急了 回应说 这是误会 但是这为什么是误会 医院是直直无误 说不明白 点个小心 继续听 他们所有三千五二 还不要转账 只要现金 从这点看 这个误会 肯定不合法 于华英十年时间拐卖十七个小孩 他常用的拐卖方法 就是瞄准兑现后 先搬到隔壁居住 然后时常创门 获得小孩的信任 然后用诱惑的方法 把小孩带出去拐卖 各位家长们 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家庭 都是没办法接受的 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 如果出名 必须要告诉你们 不可以私自出去 哪怕是有一些俗事 面对陌生 更是不要做大理 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安全 揭秘一个餐饮行业 不为人知的内幕 这是我认识的餐饮老板告诉我的 我也不怕被商家人身攻击了 反正能帮一个算一个吧 这五种食物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 第一 毒鱼 第二 牛蛙 第三 泥丘 第四 黄鸭叫 第五 对家 特别是小孩子 他们最好一点都别碰 这些能力 免疫系统也不完整 因为这些东西 它的养殖密度其实特别大 会用到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 所以建议大家能不吃就尽量别吃 为了你 给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兄弟 肯定都知道 造假十几亿 罚酒不过三杯 所以技术一定要过关 今天我就一条视频来揭穿 他们变系法的脑底 希望各位散户朋友 不要边看边冷汗直流 我一直说 西方会计制度 它天然就是为造假的人准备的 因为他们的底层逻辑 是全责发生子 而不是收复实现子 那么谁来定义 这个全责发生子里的全责 就成了各位老会计们的自我修养 那么今天我没事干 就来帮大家借一借这个毒瘾 其实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 说来说去就那么两大类 因为造假的底层逻辑 就是把自己当年的利润做高 这样财务报表就漂亮 对吧 反正有股民买单 那你想把利润做高呢 无非就是一个减数和被减数的关系 简单来讲 就是收入减掉支出 那肯定就是利润 那么他们要么就是增大收入 对吧 要么就是降低这个支出 那由这两个大类展开啊 他们还有具体五个实操的手段 今天我把它罗列一下 并且举出一些优秀的课代表 第一个 虚增收入 我们在做会计记账的时候 他可以一笔合同签订之后 直接选择把合同上所记载的纸面金额 作为收入部分 你没有听错 对吧 这个钱呢 他虽然没有付 但是你可以挂在应付账款上 这样你短时间利润是不是暴涨 那么等到我们把这轮股价炒高啊 我这个老板他哭哭出完货 对吧 给我们把奖金绩效一打啊 然后我们可以说合同方违约了啊 直接做坏账 哎 股价又跌下去了 这样老板又可以把之前套现出来的股票 哎 买回来 对吧 如果老板又缺钱了啊 那我们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们再来一次 对吧 比如亚百特啊 他伪造了境外项目虚增收入 这小子 他去伪造巴基斯坦的信函 啊 而且还是政府的信函 然后呢 还有虚假的这个建筑材料的出口合同啊 呃 我帮他们想了个点子啊 他们为了 我觉得他们可以这个抵抗 这个侦查难度啊 可以更坏一点 对吧 你直接用这个套现的钱 你打到你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上嘛 对吧 你多少付一点 对吧 这样也好有个交代啊 第二个啊 提前确认收入 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 对吧 简单来说啊 你像我们老百姓 就是把你明年的工资说成是你今年的收入 对吧 这样你丈母娘 对吧 不就把女儿嫁给你了吗 那么你今年股价的暴涨 对吧 同样也为 之后你老婆要跟你离婚逃跑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对吧 比如当年的这个横顺众生 现在更名为这个青岛中城 他在合同未完工的情况下 提前确认了2.92亿的收入 那么华夏建通呢 也在2007年 在未履行合同的情况下 开具销售发票 提前确认 营业收入640万 好 第三种啊 就是增加非经营性损益 这个啊 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 说白了 就是他根本就不做这个业务 但是今年他突然来了一大笔钱 比如说你原来是卖鸡蛋的 哎 突然说 哎 我怎么今年多了一笔卖衣服的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下班回家 在路上捡了一箱子衣服 就是这么扯 但是这帮人还真敢干 对吧 具体实操啊 我只是猜测啊 兄弟们不要乱说啊 比如说对吧 你跟你兄弟两个 你私底下给他转个几千万 你说兄弟麻烦把这个钱 给我打到我公司里去 这样是不是我公司的盈利 瞬间就变好看了 反正对吧 到时候股价上去套了钱 我吃肉 兄弟喝汤啊 再让兄弟来个老鼠仓 对吧 美滋滋啊 比如你像 知名的这个上市公司圣莱达 他的主营业务为生产热水器 但是呢 2015年呢 华士友邦转让了一笔电影版权给他 结果华士友邦啊 莫名其妙他违约了 对吧 他说我就是交付不了 或者我认为这个电影版权真好 对吧 违约的理所应当 于是圣莱达瞬间就收获了什么 一千万的违约金 成功 新增当年利润 四 就是这个扫机费用 对吧 虚增利润 啊 那么我们前面讲完这个提前 确认收入 那么是顺利存张的 你还可以去减少你的支出 对不对 对吧 我这个变抠门了 那肯定我今年余下来的钱也变多了 这个非常好理解 对吧 就这个在具体时操的时候呢 那就是这样的 啊 今天我们明明把钱付出去了 但是我说成 这是我为明年付的款 合不合理 对吧 有没有毛病 各位老铁 这样 各位老会计 是不是瞬间又学会了 啊 短期我们老板又可以暴涨一波了 对吧 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缝纫机又踩的哭哭冒烟 那么这一刻的课代表是谁呢 是武汉反骨 他在2016年2到3季度啊 扫记自制这个半成品的领用 导致啊 成本减少了近4000万 三峡新财也在2011到2013年 三年时间里面累计扫记了1亿元的原材料成本 对吧 这都是前辈啊 第五啊 推后确认费用 这个和前者也是一个大的逻辑框架 就是去降低你的支出 把支出挪到后面 比如咱们优秀的这个大智慧公司 他曾经啊 来了个稍操作 他把年终奖给他推后罚 这样 他2013年净利润突然增加了2500万 海逊年呢 也曾经采用相同的手法 死 这个2011年净利润增加了4000万 东北制药 那更牛 他把折旧费用 管理费用 利息支出 全部累积1.4亿 挂到了地烟资产 对吧 讲白了就是放到后面再探销 我相信啊 各位老会计们 肯定都是每晚 夜夜背诵上述的经典案例 好了 现在各位朋友 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强的可怕 对吧 花了五分钟 无敌强了 现在赶紧 带着你们手上的票子 认领你的上市公司 带他去走向 股市巅峰 去吧 皮卡丘 这个一百万没有了 这个一百万也没有了 这个一百万又没有了 啊 访烟网取啊 这一圈 这一层 至少有上前套来 赏铺 赏亿以外的放宽 全部打水漂了 据我所知啊 这些赏铺都是六七年前 客户呢 跟我开发商连野派对枪的赏铺啊 现在这个情况 我在这已经得一个消失了 连个人人都没有 这还不是嘴餐了 嘴餐是贤胆 有磕多的野猪 现在连逮宽还没有缓完 啊 现在还换了员果 啊 如果是你的员果不换 银行会起诉你 插封你 嘴猪 你啥你也没了 啊 这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 来 先看看视频 我跟我男朋友认识15天了 我弟弟要结婚 我弟弟那边要彩礼 要28万 我就跟我男朋友说 你是不是应该也表示一下 我男朋友也同意了 他说那你把你弟弟的联系方式给我吧 我当时也没多想 我就给他了 谁成小 我男朋友竟然用这28万 就跟我弟弟在一起了 我当时就质问他 你这不是坑我吗 我男朋友说 娶你还得花彩礼300万 外加还得再给你弟弟再投28万 咱俩又都是投婚又没订婚 我娶谁不一样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大家报我提评理 他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和你谈感情 你却和我谈生意 明明自己卑鄙无耻 却说别人做得太过分 既然是做生意 花28万就可以买到一个年轻的 为什么还要花300万买一个老的 自己把生意谈崩了 还怪心买下来了 只许你算解 就不许人家大哥算解了 真是搞笑 你跟人家大哥才认识十几天 你自己弟弟结婚 你居然让人家大哥出彩礼 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的 你以为就你聪明 人家都傻 你既然把大哥当成大冤重 那么人家大哥给你来个福底抽薪 也没啥毛病啊 反正横数都是做生意 大家都未婚 许你要300万 许你弟媳只要28万 明显是你弟媳更有性价比啊 就这么简单的小学数学题 大哥做的没毛病啊 不得不说啊 大哥这招是真高啊 拒绝中间上赚差价 不但让这个老女吃了哑巴亏 连他弟弟的自己的老婆 也被别人男抢走 你说搞笑不搞笑 这位大姐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正所谓 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直接嫁给你弟不就好了 爸妈还是爸妈 彩礼也省了 改口费也省了 一家人也不用分开 生的孩子还随你性 开开心心的 一辈子多好 什么玩意儿 呸